本土疫情持續升溫 昨日再新增12例本土案例 而境外移入則有58例 創下桃雞群聚以來新高 有網友日前從韓國回到台灣 他記錄下在防疫旅館的生活 原本全身是先合適的 我都在 tryin司充分 可以在海中裡 我在城平的洋蔥 不是! 我們已經搞定了 不在乎 今天晚安 可惡 今次旅行 就是 我在等我去 去年十多的 毫不在乎 不管 你们人人等了 把这些人带来 死了 我可以不然 太好了 我可以去找职位 是有一个好事 就有一个好的故事 有一个一个故事 那又不是 游泳汦 ен new 刚好去地下区 吃了一些的玉米 我以为你一看 攻击 跟他交往 有 一大 一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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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不料卻突然被告知与确诊者同班机 被匡列为接触者需注进集中检疫所 2分钟 2分钟 分开 手机要离开 没有手机 阿姨一起 咱们来 阿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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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原本第7天就可以回家隔離 練成必須在集中檢疫所 隔離到14天起买 疫情持續延燒 指揮中心也再次呼籲民眾 因落實守護衛生 咳嗽禮節及佩戴口罩等個人防護措施 減少不必要移動活動或集會 避免出入人多擁擠的場所 阿姨 AB 好像餐 阿姨 奇олог 感谢观看